热点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举路透社马尼拉消息 菲律宾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1日表示 该国将于本月受到中国捐赠的60万剂科兴研发的新冠疫苗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批疫苗确定将于2月23日提飞 其中一部分将提供给军队官兵 其余将提供给医务工作者 中国与菲律宾达成一致协议 中国将会给菲律宾提供2500万剂疫苗 来帮助菲律宾渡过难关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此十分激动 他多次在公共场合夸赞中国疫苗 不过关键时刻 菲律宾说翻脸就翻脸 菲律宾宣布终止与备美制裁中企合作 近些年中国与菲律宾在多个领域加强了合作 尤其是在基建领域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加大投资力度 参与了多个项目施工 据环球网报道 中国企业原本与菲律宾达成了一致意见 将会联合开发桑莱峡国际机场的扩建项目 不过这一项目被当地政府紧急叫停 给出理由就是中国企业没有按照合同来实施 据环球时报援引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报道称 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南部的贾米地省省长雷姆拉 于27日宣布 将取消中国交建与当地运营商合作的 桑格莱机场升级项目授权 而给出的原因是 相关中标财团的文件中 有三到四个地方存在不足 认为这些企业没有完全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故贾米地省将重新寻找新的私营部门合作伙伴 来推荐该机场项目 据了解 菲律宾贾米地省新机场项目 是近年来中国公司所参与的最大项目之一 该项目价值646亿 按照原定规划 新机场建成之后 每年可以运输1.3亿乘客的航班 成为菲律宾的国际门户 甚至还可能取代马尼拉国际机场 另外 新机场还将拥有更多的跑道 还可以承担菲律宾国家重要防卫部门的使用 因此 该项目一直深受中非双方的重视 然而还不到数月时间 非方突然叫停了该项目 更重要的是 雷姆拉还特地强调 取消中企对该项目的授权 与美国的制裁无关 但这一说法被认为是 死地无银300两 据了解 负责该项目就是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而中国交建恰好就在2020年8月 美国新增的贸易黑名单之中 有消息称 早在去年9月 美国就曾就此项目指责菲律宾 这是一种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近几年来 中非关系一直都发展得非常不错 而且在基础建设上 菲律宾一直都非常依赖中国 与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合作已经长达10年 在菲律宾国内的 年兰劳岛铁路 南线铁路项目 苏比克克拉克铁路 这三大铁路项目 都是由中国企业承包建设的 另外 中国市场对于菲律宾经济来说 有着不可言喻的作用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2019年中企对菲律宾投资 可达6027万美元 同比增长56.5% 2020年上半年 中企对菲投资为2697万美元 同比增长了49.2% 连年增长的数据都显示了 菲律宾经济对中国的依赖 可见 对菲律宾经济发展来说 扩大与中国市场的经贸合作 是必经之路 若是因为第三方的原因 而影响双方合作 对菲律宾来说 定然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损失 通过这一件事能够看出 尽管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似乎有所好转 可是在这种问题上 菲律宾依然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 这一行为和当初意大利一样 当初意大利疫情严重 中国派遣了医疗团队 帮助意大利渡过难关 在这之后 意大利想要将华为给排除在外 中国虽然拥有深厚历史底蕴 但是中国分得清楚是非好坏 为此赵立坚作出回应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 合法依规再非开展务实合作 扩大互利共赢 中国一直要中国企业 在外国开展业务时 都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 相信菲律宾会给中国企业 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这也符合双方利益 菲律宾将中国企业给排除在外 对菲律宾没有任何好处 在基建上 中国实力绝对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近些年也通过基础建设 慢慢让中国经济总额增加 一旦菲律宾真要将中国给排除在外 可能会影响到中非关系 甚至会后续疫苗供应 会造成很大影响 目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还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相信他一定会给中国一个合理解释 来维护好中非关系 不让双方关系产生裂痕 中国政府援助赤道几内亚的一批新冠疫苗 10日顺利运抵赤籍首都马拉伯 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供的首批疫苗援助 肯尼亚对中国疫苗表示兴趣 该国卫生部长透露 已分别与阿斯利康、辉瑞和中国国药集团接洽 在东非众多国家当中 肯尼亚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自1963年开始 双方就确定了建交关系 我国对此伸出援手 帮助肯尼亚进行相关的建设 2017年 中国就增援肯尼亚完成了新标准轨铁道项目 大大提升了肯尼亚国内的交通水平 中国算得上是肯尼亚的恩人了 但是这层关系在从肯方角度来看 并没有那么的牢固 一旦涉及到利益层面 肯尼亚似乎就会变一副嘴脸 中国帮助他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每年还有很多游客前往他们国家进行旅游参观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肯尼亚的经济 但没想到肯尼亚做出了忘恩负义的事情 前段时间 在一次的基建中 中国工人在肯尼亚的施工工地进行施工 却有几个当地民众闯来了 他们二话不说就对中国工人施暴 进行残忍的殴打 导致中国14名施工人员受到严重伤害 中方立刻联系当地政府要求抓捕施暴者 但当地政府却说这几个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 许多国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 这种做法完全是姑息包庇 更可恨的是肯尼亚直接扣押中国工人 并声称这些工人是非法入境 还表示建完基建设施后 中国工人必须全部回国 肯尼亚警方甚至以执行公务为名 逮捕了中国的一些工人 理由是当地民众看见大部分工厂都是中国人 而当地居民没有解决就业问题 他们认为是中国工人占据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敌意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之所以不用肯尼亚当地人 是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 很难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机械设备 只能从国内找一些专业人士前往 如果他们当地人能胜任 相关的公司肯定愿意在当地招人做 而不是高价从国外聘请一些人来做这些 除了无辜逮捕中国工人外 肯尼亚还突然向中国索要43亿赔款 原路退回 在2016年 肯尼亚与中国企业联合签订的 640亿内罗币国际机场 新航站楼承建合同宣布取消 肯尼亚觉得这个修改方案并不是很完美 而且表示这个机场是根据国内机场修改的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达成协议 所以机场修建计划就一直搁置着 并没有开工 这样突如其来的决定让中方措手不及 这个国际机场如果建成了 将会是肯尼亚国内最大的机场 没想到在打好地基 机场内90%的设施已放置完善的情况下 肯尼亚机场管理局以我国建设机场细节不达标为由 单方面取消了合同 那个事件之后 肯尼亚赔偿了中方43亿赔款 然而三年过后 肯尼亚突然提起了反诉 要求中方将这43亿赔款退回 要知道 当时我们是有正式签约的协议 使他们主动毁约在先 如今的要求真的是厚颜无耻 中方负责人则强硬回应 肯尼亚若再扣押中国人 则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都将暂停搁置 合作是基于互相尊重的前提 不能做到尊重对方 又何来的合作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